秋冬天氣是乾燥 秋冬天氣是乾燥 通常溫度比較冷 洗澡會比較熱 皮膚變得比較乾燥 很多人都會有乾燥、敏感的痕癢 所以皮膚和天氣是息息相關 風冷和濕疹分別很大 通常濕疹皮膚一般都會比較乾燥 通常都是癢得很重要的 風冷通常會像蚊爛一樣 但會大片很多和浮起 風冷有一個特性 通常會轉移性 通常在這裏起完一個地方 它就會散到別處再起 而濕疹通常是固定的地方 可能很多天都是那個位置 會有自己的痕癢 而且如果是兒童的濕疹 通常我們叫二位性濕疹 一般通常的位置都是關節位 手咬位 那些地方會比較多些 而風冷通常 可能去很多地方 面都可以亂生的 所以沒有固定的位置 濕疹風冷通常都是比較敏感的人 通常小朋友和年紀大些都會比較多些 如果有小兒濕疹 小朋友那些濕疹的人 其實天生皮膚不會保濕 所以通常一乾燥一點 它們就會變得敏感 而有些人本身對塵滿真菌的敏感的話 因為潮濕那些就會黏液發作 所以這類型都要注意 封冷和濕疹都是很痕癢 所以通常你不理會它 通常越拗越差 而且通常有機會拗損之後 會有細菌感染 傷口感染 所以通常一般都要處理 都是先問靜 首先問歷史多久 有沒有原因 例如對某些東西敏感 接觸過或吃過某些東西之後 會變差了 還有臨床我們會有一個皮膚檢查 可以看它的特性 通常一般已經判斷到了 當然如果有懷疑有些原因引起敏感 甚至我們可以做一些血液檢查 皮膚測試 那些去找回原因出來 希望可以由根源的著手去治好它 基本的我們不能刺激皮膚 通常沒有吃煙喝酒 刺激性的食物 很辣 那些都會引起皮膚痕癢 衣服方面 通常穿面質的 那些就不會直接刺激皮膚 例如羊毛那些 通常有些很細的纖維 刺激皮膚就會痕癢 如果天氣冷的時候要穿羊毛的衣服 通常有些面質的衣物打底 會好些 保濕方面通常就 洗澡方面 通常沒有那麼長時間 沒有沖那麼熱 最好就不要用肥皂 因為那些會進一步 令油脂會流失 通常有些叫洗澡代用品 那些通常洗下去 就沒有保護性 以及不會令皮膚進一步刺激 最重要就是保濕 洗澡後是最好的時間 一般洗澡的時候 不要用毛巾汁 通常是印乾 立即塗上保濕 這是鎖水最好的時間 但很多人都以為 只是那段時間才塗保濕 其實保濕 起碼一日至少兩三次以上 例如早上出門前 避免或放風洗完涼 再一遍 或是晚上浪睡再一遍 而且看到乾的人都再塗 通常保濕的效果就會更上 平時更健康 最有名的就是壓力 壓力也會令人容易痕 皮膚也會差一些 所以通常盡量減壓 通常都是健康生活 早睡早起 做多些運動 等等都會有幫助 如果確定是塵門敏感 通常針對塵門,塵門一般在潮濕的時間會比較多 所以通常要保持室內乾爽 通常可以開一些抽濕機等等 另外塵門通常在布藝的地方會比較多 例如最常見最多的地方通常是床 所以床鋪被蓋最少要一個星期換一次 通常高溫處理都會死 通常在家裡不要用窗簾或百葉簾 不要鋪地毯,家裡的沙發可以用紡皮 不要有布藝那些 就會減少對塵門的敏感 因為它們沒有什麼地方可以生 可能會比較好 那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請你按摩 對塵門的小鈴鐺 然後我們按摩 多許我們按摩 是否按摩 我們按摩 我們按摩